作为一个科学史的研究者 您认为疾病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疾病本来就是人类面临的一个 一个非常历史久远的问题 它比科学要历史长得多 在科学之前就有疾病 就有人类对付疾病的方法 医学它的历史比科学长 医学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 它的历史长 我们看到在没有科学之前就有医学 在没有科学的地区就有医学 所以疾病的问题 它比科学的问题要大 要久 要深刻 这是一个看法 当然有了科学以后 人类会有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个疾病 但是能不能看透它 能不能真的控制它 过去有乐观主义的看法 那我现在倾向于比较悲观 我认为科学再发达 也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问题 疾病问题除了是人体之身的问题之外 它还有一个人体与环境的协调问题 而环境你是没办法彻底控制的 更大的问题是 疾病其实它跟你的思想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什么叫病 什么叫不爽 要把病控制到什么程度 这跟你自己生活模式的理解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同样的一种现象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病 也可以理解成不舒服 对 有些病是建构出来的 很多病 在古代是没听说过的 而有些病是 古人是病的 我们认为不是病 所以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它是人只要活着就得生病 没病那麻烦了 都是有病的 但是科学在这里面 它扮演的角色 可能被夸大了 我觉得 就是近一百年 它对改善人类的健康和治病方面 它是取了很大作用 它可能会让人产生错觉 觉得我们好像 好像差不多接近就要解决问题了 那我觉得看样子还远着呢 那这也是 这个新冠病毒这个事情 可能更加深的这个认识 就是科学离 彻底解除人类的这个病痛啊 那是还远着呢 远远没有到达 所谓乐观点说到头的程度 那就是疾病 时不时地就回来教训一下人类 让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 那是肯定的 而且你 不光是这个传染病的 过去认为 刚才我们举例子说 那个赫拉利说 传染病都解决了 传染病啊 肌肉啊 战争都解决了 现在看来远远不是这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